师傅 带我去见你家长吧 啊 见我家长 对啊 怎么 你不敢啊 你认真的吗 肯定认真的呀 师傅 我要到他们面前 去告你的状态 我做 我做坏事吗 我要告你精神在外面 哭鼻子 然后还要挨其他人欺负 没有 我在外面过得很好的 是我 开玩笑的 是这样的 我俩也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也还没有跟叔叔阿盈 正式见过一次面 我想趁着这次机会 刚好在这边 就想上去拜访一下他们 你考虑好了吗 我考虑好了呀 真的 啊 我有点紧张 啊 你紧张什么说 因为我没带男孩子 见过父母 在我们这边的话 不管是朋友还是什么 第一次带男生 见父母的话 意义都会变得不一样的 怎么会不一样呀 又是 我不能去见你家长 不是不是 我爸妈妈还常常念叨你 说什么时候才能见你真人 因为毕竟 你是个大好人 当了我们家这么多大妈 叔叔你这样说的还 我还怪紧张的 怎么感觉 就跟我要去见我未来老战争 一样 哎呀 你考虑一下吧 如果你真的要去的话 后天我就带你去 我考虑一下 你明天再告诉我 是我 我不用考虑 我决定好了 我就是要见叔叔阿姨他们 把他哄的去见 可以吗 你怎么还害羞呢 你这样说了之后感觉 我都变得怪紧张的了 是不 你紧张什么 见他们 你不是应该感到开心吗 那明天就去吧 明天就去啊 行 那就明天就去啊 说好了哈 好